你 你让丽娜给郑凯全打个电话 就说协议助影签好了 好 还有什么事吗 律师函法律意见书起诉状答辩状调解书 你最近都花点时间 研究一下反不正当进程法 百敬鸿被告是因为侵犯商业秘密 但他好像还不是咱们的客户吧 他很快就会是 我觉得他那个泄密案 更加适用于工商局的若干规定 不是所有的机密 都是商业机密 那你马上把所有的 跟泄露商业机密有关的法律规定 全都找来 已经翻您了 还不下班啊 我为什么还是觉得他 有点像那天那个送外卖的 你从哪儿看出来 真的像送外卖的了 你要再怎么背后议论罗宾 我没有背后议论他 那你说人找一个助理 是送外卖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果别人说你随随便便找了一个 没上过学 没读过书的女孩 送外卖的来当你助理 你会怎么样 那我一定跟他分裂 我是有职业荣誉感的 任何进入我们律所的人 无论是男女老幼 必须是毕业于名校 那你说人家罗宾 找一送外卖当助理 你什么居心啊 我就是说 他有点像 您有脸盲症 是 我经常认错人 我有脸盲症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 你千万不要误会 你不要跟我 我没有误会你 为了你好 我以后再也不乱说 快去吧 赶紧下班 赶紧休息 我有脸盲症 我帮你 顾洁在你办公室等你 说什么事了 跟白金红有关 您找我 有事 白金鸿还记得吗 白金鸿 当然记得 他昨天晚上非常激动 给我打电话说 让我帮他找一个 有关知识产权方面 最好的律师 你应该跟他说 就是最好的保姆 也不能随叫随到 特殊情况急差 您的事都是急差 他现在是被告 原告有可能深思熟虑 被告完全是祸从天见 他是廖家敏的客户 早就不是了 换了好几茬了 喂 白总 对 我现在就在 罗宾律师的办公室 他已经答应了 是的 好 那一会儿见 白金鸿马上到 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 算我求你了 白金鸿是我最好的朋友 应该说你一直想把他 发展成你最好的客户吧 我们两个可以一起 不 你应该知道 我接任何客户的 前提条件是 不跟任何律师合作 我不会干涉你的任何 这是我的原则 白金鸿可是我的朋友 是我把他介绍给你的 你可以不介绍给我 现在也还来得及 是这样的 白金鸿是一个难缠多疑的人 我担心他会让我跟你一起 带领 因为毕竟我们两个 认识的时间比较长 信任度可能更高一些 既然如此 他早就应该是你的客户 是我觉得熟人之间 最好不要有利益关系 那您的意思是 现在跟他不是熟人了 我冒昧地问一句 您问 你为什么从来 不跟其他律师一起合作呢 是怕被别人抢工吗 是怕被别人甩锅 甩锅 你可从来没有输过 那是因为我知道 如果说我输了 我不能推给任何人 我以前是那边的 产品设计主管 后来白总挖我过来 做总设计师 你的意思是说 你从药兵公司辞职 导致他们对你怀恨在心 故意起诉你 泄露公司机密 把白总也牵扯进来 负连带责任 他们给我打电话 说只要我让麦琪走人 就没事了 他们太不了解我了 我白金红可不是被吓大的 你给我发一张传票 我就应该按照你的旨意 把我的总设计师开掉 那传出去是笑话了 以后谁还敢跟我干啊 现在先不要计划矛盾 他们是怎么发现你泄密的 抓住了你的芭比 就是有一天 我跟以前的同事 在网上聊天 他把他们的设计图发给我 让我提点意见 结果他们主管看到 就当场报警了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套 他们的员工给我设计师发图 他们应该去告自己的员工 凭什么告我们 他们有权利选择起诉谁 或者不起诉谁 我建议啊 我们的重点不要放在谁 陷害了谁 不要放在两家公司的夙愿上面 说得对 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 也没有什么证据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 就是先把自己摘出来 我们就说是对方设计师 主动把设计图发给我们看 要泄密也是对方设计师泄密 不 如果承认对方的设计师泄密 那么白总这边 肯定也脱不了干系 对呀 这就等于承认我们的产品 用了对方泄密的图纸 那人家是可以要求我们 停止侵权 下架产品 所以我们必须要否认 那些设计图纸 压根就不是什么商业机密 对对对 没错 如果那张设计图不是商业机密 那就不存在泄密说了 那你怎么解释 为什么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 会在聊天软件当中 主动给另外一家设计公司的设计师 发图看呢 很好解释 就是两家公司设计师之间 分享灵感 交流经验 那怎么证明这些设计图 不是商业机密呢 那些设计图纸都是向供应商购买的 只要没有证据表明 供应商是单独为哪家公司设计的 就不应该被认定为 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商业机密 我给你们推荐的人靠谱吧 太靠谱了 咱们这就签吧 嗯 我们这是属于人在家中做 货从天上来 喂 你好 我没给他订外卖啊 也许是他自己订的吧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我要去见客户 他们要找最好的法律顾问 终于找到了我 他们是在网上搜的吧 不 有人给他们推荐了十个律师 他们经过了反复的斟酌 最终认为我是最佳人选 那肯定是你的朋友给他们推荐 我师妹 朱莉 她跟他们老板推荐的 她为了确保你被选中 还推荐了其他几个废材 能不能在一起玩耍呢 这是我的外卖 我 我不是来送外卖 你不是说外面有 我的外卖吗 你不是要找罗宾律师吗 罗宾律师 我是艾伦 特别感谢您 替我父亲讨还公道 你不认识罗宾律师啊 谢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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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替我父亲写了律师函 我们做了仲裁 确定是工商 太感谢了 您真的是个好人 不不不 那个我 我不是 您就是个好人 我给很多人送过外卖 就是那天我都给您送迟到了 您不仅没取消订单 也没给我差评 真的特别感谢您 对对对 这 这个是我妈妈亲手做的 就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有有有有 您 您那个尝尝鲁猪蹄 谢谢您妈妈 但是呢 这我不是罗宾 我不是罗宾律师 我们是同事 非常好的同事 我们律所呢 成立了一个公益中心 由我来负责 你放心 我呢 会把罗宾热心工艺 帮助你父亲的事迹 写到我的工作报告里去 这样 以后呢 你有什么事情 你呢 可以来找我 你叫我何赛律师就好 谢谢您 这个啊 这个 丽娜 这位是罗宾律师的秘书 请她转交一下 那 拜托您了 这个请您一定要交给罗宾律师手上 嗯 你放心吧 谢谢 我们哪点心意 谢谢您啊 何在手术 赵总 这就是何赛律师 嗯 何律师 幸会 赵妖 幸会 全景律所的何赛 坐坐坐 赵斌是您弟弟 对 赵斌我弟弟 所有公司叫耀斌 怎么 你认识我弟弟啊 他以前输过一起官司 他是被告 我是原告律师 我赢了他的律师 那您的父亲是何嘉一 所以你从来没有说过一起官司啊 不 我赢的所有的官司 跟我父亲没有任何关系 其实呢 我父亲他是反对 我做律师这个职业的 我也没跟我父亲说过 任何我的客户 如果你们找我呢 不 不 不 是因为啊 我怀孕了 我这是怕开庭的日期 跟预产期撞上 所以我就把你介绍给了赵总 对 对 对 朱莉向我推荐您的时候 并没有说你的父亲是谁 他只是跟我说 您是他师哥 是一个著名的律师 而且从来没有过败继 不 也不能说从来没有败继 但是很少有律师能赢得了我 公司辞退马小居的依据在于 公司认定 网上晒的这份工资单是马小居的 而且是马小居自己晒出来的 但是网上传的这个工资单 局部截图当中 并没有员工的姓名或者公司 所以我们可以抗辩 仅凭公司内部调查 就认为是员工泄露的 并不合理 公司认为他们在聘用合同中 已经强调 工资属于高度机密 员工之间也不得交流工资信息 而且马小居也已经跟公司 签了这份保密协议 您说得对 目前法律规定中 并无对工资薪酬 不能做出保密约定的条款 实践中在保密约定 并未违反同工同酬的情况下 也存在认可薪酬保密约定的案例 但公司无法证明 那是马小居自己上传的工资单 好 那你去起草代理词 已经起草好了 这是什么 这个是你做工艺的报酬 这是艾伦送的 他妈妈的手艺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吃过 来吧 大家一起 艾伦送 就真ऽ 不是 可以吗 不再没有 您慢点吃 不明做了工艺就骄傲 玩玩玩玩玩玩玩时 喂 给我订个外卖 你想吃什么 猪蹄 卤猪蹄 来 来 来 爹 买早餐去 咱俩一起去 我不买 那我也不买 你刚才说你要买 我说的是咱俩一起去买早餐 你买我就买 你不买我就不买 你竟然唱得哪出呢 冯荫跟我说了 说你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针对我 你呢 是一个有点孤傲的人 我还一直以为 我相当平易近人呢 昨天啊 我见了咱们的师妹朱莉 你还记得她吗 她说要给你介绍一个案子吗 对 她怀孕了 你怎么知道 否则她为什么不自己做 要介绍给你呢 她做了一半吧 已经起诉了 我还奇怪呢 我说她为什么找我 没找你呢 你们之前有什么过节吗 是耀宾的案子吧 她找过你 你不能接 为什么啊 利益冲突 跟谁利益冲突 百敬虹 你跟百敬虹签了吗 没有 但是今天会签 我也是今天要签 我的决定是 百敬虹 看见了 她肯定以为 我是在探户你 当然是百敬虹 百敬虹胜算更大 我们签的风险代理 获益更多 抛开书营不说 耀宾这个案子 我们还要跟朱莉分 她之前毕竟做了一部分工作 何彩可不这么认为 如果她非要代理耀宾 那她只能换一家律所 这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那您说怎么办 从你那儿 挑一个客户给她 任小年 刘总 你稍等啊 我马上就到 从我的客户里挑一个给何赛 任小年 老大不同意 其实 何赛需要的是 弯腰唱征服 那您是不会弯腰啊 还是不会唱征服啊 都会 就是不能一起 百敬虹约的几点 十一点 不过她喜欢迟到 任小年介绍了一个客户 刘前进 花五百二十万买 辆劳斯莱斯结果是辆二手车 她去法院告 一审居然输了 他们的律师不行 把她介绍给何赛 这属于消费欺诈 何赛擅长 什么呀 一个礼物 送我礼物干什么呀 求你接一个案子 罗宾让你求我呀 你接还是不接 他妈不自己接呀 你觉得呢 他觉得对不起我 还是因为 案子太棘手 客户太难缠呀 何赛 这里面啊 可是设计师查局 我可拿走了啊 你留着吧 我可是因为你啊 不是因为她 我不是但她是 没见到 你呢 你呢 我又不在了 你呢 我不在了 你呢 你呢 有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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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呢 你呢 我呢 那你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把廖家敏介绍给了耀宾 你别恨我 我为什么要恨你 好 那我们就兵释前嫌 我呢 接受你的道歉 我的道歉 我对你做错了什么 边 你知道你做错了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 你让丽娜送给我礼物 什么礼物 茶具 丽娜说是我送的 我懂了 是丽娜觉得你错了 所以她在替你 打搅了 不 你没懂 丽娜送你礼物 是她希望我们两个人能缓和关系 那到底我们俩是谁的错造成了我们之间的关系紧张 连坡和令向如关系紧张 那你说是连坡的错还是令向如的错 你是说我是连坡 我应该对你负荆请罪 诺 是何时毕的错 如果没有和时毕 令向如到哪里去干一票 万笔归招呢 我必须把话说清楚啊 咱们俩在任小年的世界上有分歧 但是任小年他可算不上块和时毕 他充其量算是一只煮熟了的鸭子 你以为客户争取最大利益为荣 我和你不一样 你以此为耻 对 我以代理像任小年这样的客户为耻 深意为耻 我学习法律 不是为了给他这样的人争取利益的 我到今天才明白 我为什么会学法律 因为所有学法律的人 如果都像你这样 任小年根本就请不到律师 这不公平 不用客气 开展中央储备肉投放工作 共享市场投放中央储备猪肉一万吨 增加猪肉市场攻击 在角中一场没有终点的梦 又能怎样 又能怎样 香烟从未散强 又怎样 竹然白骨尽窗 邀主任 您是越长越帅了 您越来越年轻了 听说你和何赛一直在宁城暗斗 麦菲说的吧 他在您那儿实习的时候 夹在你和何赛之间 那两头为难啊 可在您那儿 他可是大红人啊 被告麦琪在离职以后 通过原同事李云波 陆续获取药兵公司的设计图纸 这些设计图纸 均是药兵公司用于生产的设计图 设计图纸上的产品大小颜色图案 都是药兵公司的商业秘密 技术秘密是为了解决某项技术问题 经由智力劳动 获得的设计 程序 公益方法 此外 速征信息要构成商业秘密 不仅应处于一般的保密状态 而且获得该项信息 需要有一定的难度 从4S店提供的电脑检测记录来看 该车的大部分设施 显示已经行驶的公里数 为5515公里 而部分设施显示的行驶里程 为1767公里 被告麦奇利用于原同事 李云波的亲密关系 窃取药兵公司严格保密的设计图纸 原告所提交的证据 是两个曾经共识的设计师之间的正常交流 汽车销售公司将一辆二手劳斯莱斯 篡改里程表之后 当作新车销售给顾客 涉案设计图所试的颜色 图案大小 也不属于应受法律保护的技术秘密信息 属于销售欺诈 其任职的靖鸿集团 需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身体起立 现在宣判涉案图片的大小尺寸 属于直接观察可得的内容 图片大小尺寸 本身不蕴含任何技术手段 不能够解决任何技术问题 不属于技术秘密的保护课题 综上 法院驳回药兵公司的诉讼请求 百敬鸿的专利已经申请了下来 你马上跟麦琪联系一下 约定去法院的立案时间 好 诉讼材料准备得怎么样 都已经准备好了 喂 我 你又怎么了 说话 我给罗琪打电话了 他接了 然后跟我说 你有什么事去找我律师去 然后把电话给挂了 我再打就不接 我打了很多遍 他都不接 罗宾 你告诉我 你觉得罗琪他能这么对我吗 我要见到他 我要见到小安 我需要见到他们 是 他是不能这么对待你 你先冷静听我说 你会见到他 见到孩子 我向你保证 你先冷静 我冷静不了 我冷静不了 我听不着你说 我冷静不了 冷静不了 我要见到小安 好 你先收拾好你自己 其他的交给我 你约了麦菲了吗 我给他打了电话 他没接 打了几个 什么时间打的 我今天早上一来就打了 我已经跟他们前台说好了 让他给我回电话 然后呢 然后我就一直在核赛办公室 你为什么要在核赛办公室 是他找的我 他来了一个游戏客户 让我陪客户玩游戏 他让你陪客户玩游戏 还玩了一上午 我怎么不能当面拒绝他吧 你 废话 那他一定会暴跳如雷的 那就让他暴跳如雷好了 可是我看得出来 他一直想要拿下这个游戏客户 他想拿下就让他自己去拿 我不懂你为什么要留在他办公室 陪他玩游戏 因为我不想跟他闹太僵 他前段时间一直揪着我 要我简历来着 那好 我问你 如果他以后让你去陪酒呢 去陪其他的呢 你都陪吗 如果不答应 一样会闹僵的 一样的 喂 你跟罗奇约了几点啊 正在约 他不同意对不对 没有 这样 你到我办公室来 我把他也约来 就这样 你现在就去找麦菲 好 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不是打电话 是去他律所找 让他下午无论如何 说服罗奇来我办公室 那我直接去找罗奇就行了 你听我的好不好 我可以跟他沟通的 他不会信任你的 为什么呀 我又没做任何伤害他的事情 一个人信任不信任一个人 不取决于他是否伤害过他 而取决于 他到底站在谁的那一边 即使我站在你这一边 也不代表我会出卖他的利益吧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来进行辩论 是这样的 罗奇他早就知道我是你的助理 但他还是很信任我 什么都跟我说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很多事情 他不跟我说却跟你说呢 是不是 他觉得你会反对他 他跟我说是因为我不认识机遇 这是办公室不是聊天室 你为什么还要站在这儿 去啊 您好 我约一下麦菲律师 谢谢 好的 请上来 找麦菲 您好 我是全景律所罗宾先生的助理 罗宾先生想让我跟麦菲先生 约一下时间 廖主任 常常 找你的 对不起 麻烦您跟罗宾律师出一程 我今天刘律师有事 不能跟她见面了 谢谢 麦菲律师今天真的是有事情 所以取消预约也是正常的 对不起 可是我们这个事情 真的很重要 麦菲律师 无论如何 今天你一定要想办法 帮我们约一下罗奇女士 好 我尽量 好 那我们在律所等你 无论到几点 辛苦了 这小姑娘还挺有股劲啊 怪不得罗宾喜欢她 我打听过了 她们只是工作关系 跟谁打听的呀 走 打听那人要不就是 没把你当朋友 要不就是眼瞎了 哎 萧凯丽走了吗 哦 你要早点回来 就见到她了 说服她了吗 咱们是长盛的法律顾问 她是长盛的官员 是长盛的女朋友 王慧珠不但是长盛的前妻 也是长盛公司的股东之一 她要搞王慧珠来找咱们 那是不是找从门了 你可不能跟她这么说 我没说 我劝了 我劝了半天算是劝住了 但能不能让长盛 跟王慧珠说说呀 别在网上骂了 就算骂也别骂那么难听啊 长盛这人我了解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她就希望咱们 能把这个事情给她按下去 所以我一早就去找王慧珠 跟她好说歹说 说得口干舌燥 她说告吧 随便告 大不了输了赔钱 不是赔钱的事 还得赔礼道歉 公开的 是 所以我 我笑之以情 动之以礼 最后她答应了 把之前的微博都给删了 再也不止名道姓地骂人了 你以后不许再让戴希 陪你的客户打游戏 是她愿意的 不管她愿不愿意 你都不能直接找她 为什么 因为她是罗宾的助理 你要找她 必须要通过罗宾的同意 不 罗宾也可以用我的助理 你再说一遍 是这样的 琳娜 律所对全体实习生的 规口管理 是在我这儿的 罗宾的除外 封印没这么跟我说呀 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 去把封印叫来 让他亲口跟你说 这个是罗宾 找实习生的先决条件 任何人 都不许管罗宾的任何事 麦菲说他尽量 什么叫尽量 我要确定的时间 去把时间给他敲死 主任 我给你谈论点 快去啊 好 昨天干吗去了 我出庭啊 接不了电话我解释过了 那你助理呢 我批评他了 他电话摔坏了 拿去修了 人是不能说了啊 他到现在 也没有填入职表 他还是实习期呢 那也应该填实习登记表 填过了 现在什么啊 姓名 性别 电话还有住址 我估计你的住址 都临时租的 老大 您要相信我 我是相信您 但是您要让我清楚 否则别人不知道 我跟那姑娘什么关系 行 那我改天给你提供一份 详细的禁止调查 我没再跟你开玩笑 我也是认真的 从小学查起 不 幼儿园 你最近没什么事儿吗 没有啊 真的没有 真没有 刚才我从何赛的办公室经过 他在里边大骂范小天 你认为这事跟我有关系 对 确实有点关系 他居然叫我的助理 跑去他办公室玩游戏 他也是为了工作 老大 这您都知道 我一直以为 您每天坐在办公室 没想到您足不出户 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行了 我这耳朵都听着发热了 我说的是真的 喂 长盛总 你怎么越调解 事越大呢 我找了慧珠聊了 他答应得好好的 对 你跟他说 他要是指名道姓地骂萧凯丽 骂对了 人家可以告他侵犯隐私权 骂错了 人家可以告他诽谤 侵犯名誉权 是啊 我逼着他 把之前的微博都删了 他也答应了我 再不写类似的东西了 对 他更变本加厉了 直接写绿茶X小姐 谁都能看出来 X就是肖的汉语拼音的 第一个字母骂 我马上去找慧珠 马上跟他沟通 长盛总 你千万别着急啊 完了回头 我马上跟您汇报 都不是沈游的灯 我去找王慧珠 我去找王慧珠 肖凯丽要是闹过来 你就跟她说 我们正在解决 那她要是让咱们给她维权呢 你就跟她说不要告 告不解决问题 那她要是非告不可的 那她只能找其他的律所 咱做不了她的律师 我就说着利益冲突 你就尽量跟她说不要告 告也告不赢 凯丽 你听我说 大家各腿一步就没事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马上过来找你 行 那你先来吧 找麦菲律师 你千万别告诉肖凯丽 我去找王慧珠了 我就说您去健合户了 马上回来 她可能要让你 给她写一个律师生意 咱不能写啊 长盛一定会急的呀 所以你就尽量说服她 表演只递智者 轻者自轻 您好 又找你的 我先走了啊 主任您慢点 你怎么又来了 你生怕别人不怀疑咱俩啊 罗宾给你打电话 你为什么不接 我们这儿都快乱套了 你今天可是跟罗宾约好了 要跟我们聊探望权的事呢 好好好 你这样 你们下午过来吧 我下午都在律所 随时过来 行吧 嗯 好 我走了啊 嗯 我会找时间和麦菲解释的 解释什么 解释您的为人 我看你这儿太闲 去资料室查一下影射型 金泉原论的相关资料 喂 我问我妈跟小燕说什么了 我妈就急了 给罗琦打电话俩人就说急了 然后我妈就说要告罗琦 告诉你妈 千万别冲动 我是律师 你要相信我 真要反速上情绪 这是慢慢查 您懂 这官司报道会打到这一切 你能明白吗 大熙 你都知道了吧 明天咱们俩一起去见马龙 我明天还要去立案呢 不 那个事已经交给郑盲了 没有人跟我说 那我现在跟你说了 罗宾已经同意了 这都很正常 案子是案子 有疑是有疑 而且我觉得 你接了萧凯莉 还比其他人接了更好 出去 金泉我 对不起 把门关上 不许多了 不好意思 我的助理 没事了 我们接着说 能和解就和解 不能和解 他要起诉也没办法 即使你不接 他也会找其他人 顶尖律师也就这么几个 咱们抬头不见 低头见 撞人是难免的 你是原告律师 我是被告律师 你们起诉 我们应诉 这就是律师的工作 我们也不是什么敌人 谢谢您 不客气 挂了 带希呢 他在和在办公室 怎么 要我叫他吗 对 同时告诉他 只要我的办公室门关着 任何人不忍进来 你今天怎么了 感觉有点异常 继遇的妈妈要告罗奇 我给罗奇打了好几个电话 她一个都不接 我去给她打一个试试 你不要介入 我有一个电话 是专门用来 在维品会下单用的 除了打快递 从来没有打过别人的电话 没有人知道 是专门用来 喂 你好 请问是罗奇女士吗 对 什么事 一文英语了解一下 她没事 就是不想接你电话 可能是生你气了吧 好吧 那个 带希 我去跟她解释一下 刚才你肯定把她吓着了 有吗 你发起火来 连我都得躲着你 我发过火吗 对你 好 好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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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同学 你这是三年级吗 不是不是 什么事啊你 我亲孩子 亲孩子 你们家孩子叫什么呀 叫季晓安 不是 是 罗晓安 到底叫什么晓安啊 我姓季 孩子他妈姓罗 所以这都差不多吧 什么叫差不多 你连自己还姓什么都不知道 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说孩子父亲 我亲孩子 我孩子父亲 亲孩子啊跟你们一样 我不像好人我跟你说 说出来了吧 你不想走啊 两个故意啊 看好自己的孩子 就是 你不用保安 保安来 保安 保安 怎么了 怎么了 我亲孩子 抓 抓 抓他 你怎么了 你干什么呢 去给萧凯丽起草一份律师声明 下班前交给我 都说些什么 侵犯名誉权 转发要负法律责任 必须立即删除 否则后果自负 人家全文通篇 都没有提到过 萧凯丽这个名字 人家只是说绿茶X X这个姓既可以是姓萧 也可以是姓夏呀 你到底是什么原因 在这儿推三阻四呢 是我这言 我真的觉得您有点太 太不爱惜羽毛了 鸟如果太爱惜羽毛 就只能关在笼子里 我不明白 您为什么非要替萧凯丽 这种人发律师声明呢 你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如果文章中提到的 所有的事情她都做了 那她有什么好声明呢 你干都干了 你还不让别人说啊 你为什么需要法律 维护正义 公平公正 那我们就来谈一谈 什么叫公正 什么叫正义 在此之前 你认识萧凯丽吗 了解她吗 别说了解 根本都谈不上认识 就因为网上有人在疯传 她是小三上尉 你就认为她寡怜掀耻 这对萧凯丽公平吗 网上那些攻击她的人 又有多少跟你一样 你们认为这叫正义 我承认我不了解她 那您了解她吗 据我所知您也不了解吧 您为什么非要替一个 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人 去发律师声明呢 如果您刚发完声明 人家就挖出真相 啪啪啪打脸 您不觉得很丢人吗 这才考验你 律师声明的视频 喂 您是罗律师吗 我是 我们这儿是旺金派出所 请问您是 纪玉先生的律师吗 您是否认为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找谁啊 我找罗奇 他搬走了 搬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 就这一半天的事 您确定吗 确定 拉那么大一个箱子 我以为他出差呢 那请问您知道他搬哪儿了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 对了 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 说是他朋友的 有什么事给他朋友打电话 来 您记一下 麦菲 招啊 罗奇在哪儿 我不敢告诉你 为什么呀 罗奇之所以搬家 之所以让小安换学校 那就是想躲开鲫鱼 那如果你知道了 罗宾就会知道 罗宾知道了 那鲫鱼一定会找人 你知不知道 济玉因为太想念小安 他今天堵小安校门口 被人家当成人贩子给抓了 派出所一个电话 打给罗宾让他去接人 你 你想吃什么呀 这伤害你全是你爱吃的 有你爱吃的时候冲击火 我没有和你开玩笑 我们能不能把工作 和生活分开呀 你怎么这么无动于衷啊 剥夺一个父亲 见孩子的权利 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 那你让法院告吧 你去让个告 告罗奇吧 如果他支持他的诉讼请求 他判下来了 麦菲 你太不近人情了吧 我怎么不近人情啊 我只是个律师 我能做当事人的主吗 那你可以起码建议一下 当事人吧 你怎么知道 我当时没建议呢 行行行 你告诉我罗奇在哪儿 我去说服他 行吗 带去你辞职吧 你不适合做律师 你得学会抽离 要不然你还活不活了 怎么抽离啊 好多人都转咱们的律师声明了 都已经上热搜了 这就是当初为什么麦菲和廖家敏 劝你不要去理会 我才不管事的 我就是要告他们 那就先挑几个罪大恶劫的告一下 敲山正虎 之后 提到团体zn 你现在要批判了 不着 还不着 这也要批判 咱们纫碎 还要批判 故意设置探望障碍 使得探望人无法见到子女 遭受精神痛苦 我们要求精神赔偿 让小安的母亲 赔偿小安的父亲 不仅如此 探望权受阻 可以成为更改 抚养关系的法定诉讼理由 你是要把小安 从她母亲身边夺走 这是你姐姐罗奇咎由自取 我不会让你这么做的 咱们俩在同一间律所 我已经接受了 继郁先生的委托 根据利益冲突原则 除非你从全景辞职 离开全景 不然你不能做罗奇的律师 而你姐姐罗奇 现在的律师 是你的学生麦菲 我一定要给她 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她至今不接受调解 也不告诉我们 你姐姐和小安她在哪儿 好 我们现在找不到她 那我只能申请法院 拘传你姐姐罗奇了 还有件事 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 但是我现在就想告诉你 继郁的母亲 想要投诉你被我拦着了 你不必谢我 投诉我 老太太怀疑 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因为据我们所知 你姐姐罗奇 打算要把小安送到国外去 所以我们必须马上起诉 客不容忽 把你所耽误掉的时间都夺回来 而你呢 你作为一名律师 你假装去帮助济鱼 骗取她的信任 而你实际是在帮着你姐姐 转移和藏匿孩子 继郁找我的时候 她就知道罗奇是我的姐姐 我为什么要去骗取 也许她想象不到 你搞不定你姐姐 你更不舍得起诉她 好 我来做你搞不定的事情 你做好准备 等你姐姐败诉的时候 给她递指尖吧 罗宾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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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谦 舰 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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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嘴 我不想听你说话 听你说话真的很烦 我不想和你交流 你干吗来这儿啊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拳机馆 靠拳头说话 耍什么贼皮子 靠拳头说话什么 要不然呢 好 那咱们就靠拳头说话 你听我的 不要急促 我就是太详细 就是要急促 我还想跟你走 老大 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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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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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知不知道你起诉的人是谁 可是你女儿的妈妈 我是被罗欺逼的 我要进行完 我不敢付出什么代价 我也不管别人付出什么代价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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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我提醒你 如果罗欺因此被拘传 小安会恨你一辈子的 你考虑清楚了 你考虑清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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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把孤独留在等你收水以后 把彷徨踩在冰冷的街头 让我把黑暗都带走 我的爱 只需要感受 人间繁华 线转木马 我都陪在你左右 我的爱 需要你用一生的感受 什么都不说 只需要你安心 那是我 救命 谢谢 救命 跑步来的 穿得够随意的 看来你的拳击水平还是有待提高啊 拳头能解决问题 谁招你们律师啊 所以你还是感谢法治社会的 否则你早被打死了 记住 我是一个好律师 听我的就不要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穿这身衣服 知道吗 我想穿得随意吗 我不想 我跑着来的 知道我为什么跑着来的吗 我睡不着 我焦虑 我失眠 一晚上 一晚上我一直在想 我到底要不要去告一切 又不要 你点不了解我 我太痛苦了 否则我不会早晨五点钟爬起来 我得跑到这儿来 一条街接一条街 一条街接一条街 所以 博大律师 我没口给你抬杠 知道吗 等一下 等一下 早上好 季先生 您几楼啊 同一层 自从你跟我说了 我不懂感情之后 我认真地反省了一下自己 我认真地反省了一下自己 反省的结果呢 我懂感情 我能够体会到 基于作为一个父亲的痛苦 作为一个父亲 是有权利探望自己的子女的 探望权 又称见面交往权 是指离婚之后 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母亲的一方 享有与未成年子女的探望 联系 见面 交往 和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 出去啊 没有 我来接人 楼律师好 季先生是不 这边请 肖凯莉的案子你要跟紧一些 问问大致地开庭时间 麦菲在跟咱们商量 问是否可以和解 那你怎么回答 我认为可以 你为什么觉得可以 人家都已经删了微博 而且也服了软了 那如果我当众羞辱你 然后在私底下找你 跟你说算了吧 你开个价 你会答应吗 这不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王慧珠为什么要骂肖凯莉 难道肖凯莉没有做对不起 人家的事吗 我建议你不要当我的助理 就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 这罗宾请的是助理呀 还是奶奶呀 还是少奶奶呀 这样是我的助理 我早给他开了 你是法官思维 不是律师思维 你一直在判断谁对谁错 而不是在维护你当事人的权益 我是在维护他的权益 但是帮理不帮亲啊 律师就是应该尽一切可能 帮助自己的当事人 争取最大的权益 我认为最大的权益是公平 如果你已经预设立场 你已经做不到公平 我没有预设立场 我只是觉得 肖凯丽她在这件事情上 并没有那么占理 如果你不认同你的当事人 甚至讨厌你的当事人 认为她不值得同情和帮助 你就不应该接受她的委托 抚养权纠纷 没有一个大律师 愿意接这样的案子 如果不是因为罗宾 你也不会接 我不是因为罗宾 我是因为荣荣 荣荣是我表妹 我是她表哥 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 她求我 我是懂感情的 是吗 你以为 我是跟罗宾置气 不是我以为 是所有人都这么以为 那就是所有人都错了 我希望呢 你也跟罗宾去解释一下 如果她能说服罗奇 我乐享其成 我也不愿意对付公堂 喂 你好 罗宾今天都有什么事 她现在正在和她的助理 激烈地讨论问题 我不是在跟您争辩 我是在跟您模拟 一旦起诉 萧可丽她会遇到什么 罗律 我们在开会 你有什么事吗 你既然非要上法庭 那我们就先来模拟一下 怎么模拟 你还是原告律师 你是原告 我是被告律师 我来模拟被告 那谁模拟法官呢 丽娜 丽娜不行 一旦她行使了自由材料权 那你不张嘴你就胜诉 我来吧 开庭 原告的为特代理人 被告罗奇 与我当事人原是夫妻关系 后因夫妻感情破裂 协议离婚 但被告多次无端阻止我的当事人探望孩子 甚至是藏匿孩子 导致我当事人无法行使探望权 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且被告未经我当事人同意 擅自将婚生女儿季晓安 改成了罗晓安 请求法院判决 一 变更婚生女儿季晓安抚养权 二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鉴于被告拒绝履行法定探望权的义务 为维护我当事人和子女的合法权益 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原告已经向贵院依法申请强制执行 但被告拒绝履行 因此原告才肃请变更抚养权 被告的代理人有什么意见吗 被告的委托代理人还有什么意见 我的当事人依法提起反诉 我国婚姻法明文规定 探望权可以被终止 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 如果行使探望权 有不利于对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的 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 终止其探望权 你等等等等啊 我去探望我自己的孩子 怎么就影响她的身心健康了呢 照你这意思是说 这两个人离婚了不看孩子是对的 看孩子反而是错了 不是说你探望孩子不对 是说你探望孩子 对子女的身心健康不利 不是 我还是没明白 怎么我去探望我的孩子 我就影响她的身心健康了呢 我设不设吗 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罗宾你知道小安对我多重要 你知道的 请当事人保持冷静 控制情绪 保持冷静 保持冷静 好 走走走走 有一天 你把孩子接到你家 然后你突然中午有事你就出去了 就把孩子丢给了奶奶 奶奶告诉小安说 你爸爸帮你找了一个新妈妈 以后你就有两个妈妈了 孩子从你家回来之后 就一直情绪低落 学习成绩下降 而且还经常做噩梦 这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奶奶说了这种话 别别别 何律师 你先停一下 关于这件事情我求证了我母亲 老太太说了 她当时跟孩子说这些话的初衷 是想孩子知道 一个妈妈代表一份爱 两个妈妈代表两份 有很多人爱着这个孩子 有什么问题啊 事实上 这给孩子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 和精神负担 那照你这么说 只要是爷爷奶奶说了哪怕是一句半句 让孩子不高兴不开心的话 那么爷爷奶奶这一阵的人 就都失去了探望权了吗 对啊 这没有道理啊 按你这逻辑说的话 百分之九十的爷爷奶奶 没有资格去看孩子了 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可法权利 应该受到法律保护 不能因为爷爷奶奶说了一句 容易引起起义的话 就剥夺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 被告 还有什么理由吗 原告离婚后 长期酗酒 患有酒精依赖 根据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 探望权人有酗酒吸毒赌博等恶习 并可能危及到子女的安全的 可以向法院申请终止其探望权 被告代理人对我当事人的指责 完全是无中生有 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我的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 变更抚养权 完全是因为被告 罗奇 情绪暴躁 在工作单位与同事 经常发生矛盾 被怀疑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我们去调查了他的原单位 我们这儿有 他的人事总监的一份报告 他的人事总监亲口说 为了让这个人走 他们宁愿花更多的钱 这是该名人事总监的书面证词 卑鄙 这个明明是他们违反劳动法在前 他们不得不赔偿 请当事人控制情绪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 第十六条规定了四项具体的法定是有 父母一方与子女共同生活 对于子女的身心健康 却有不利影响的 对方可以变更抚养关系 应给予准许 原告的证人证词是不能被信赖的 该名证人和罗奇女士有私人恩怨 属于公报私仇 罗奇去看过心理医生 看过心理医生 恰恰是说明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 但是酗酒是严重不利的 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偶尔喝多几次 那不能算是酗酒 不是偶尔喝多 是经常喝多 原告醉酒之后 常有暴力倾向 曾多次酒精中毒 致精神障碍 就算是酗酒又怎么了 貝多芬的父亲他也酗酒 还经常醉打贝多芬 这能说明什么 那您的意思是 父亲酗酒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了 我是说不能仅仅凭父亲酗酒 就断定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利的 中国古代还有一句话 叫做棍棒底下出孝子呢 那您是被您父亲打多了 还打少了呀 请保持肃静 所以等会儿 有点 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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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前几天 原告还醉倒在我家 这是我家客厅 用于防盗的监控 请大家看监控录像 大爷不让我进去 我说谁是谁 我说你找他 是做孩子 请问跟这样的一位父亲 生活在一起 是否有利于为成年成长 我比你不觉得你卑鄙 我赌博吗 我吸毒吗 我只是喝点酒而已 其他我还做什么呢 你说我有暴力惊喜 我打过小安吗 你是我最新来的朋友 你录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干什么 你让我在这儿打开 我说他给你实战演习 实战演习 打官司就是上战场 开庭就是开战 还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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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就不要让你家继续出庭吧 不 出庭也可以啊 但是有一点 记住 你一定不能生气 冲动是魔鬼 如果别人发现你是魔鬼了 那怎么会支持你的诉讼请求呢 有一个阶段我是天天喝酒 后来还是罗宾帮我找的医生看的 他那时候知道我为什么每天喝酒 我一夜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东西 他不能拿这事来伤害我 他不能 我教教你了 你别说这些事好不好 既然你请了我 我说话 你不要说话 可是这变更孩子抚养权 反对于罗琪来说他 他太残忍了吧 是你妈想要小王 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那咱如果是真打这关子上了庭 是不是还是有可能会像今天这样 我刚才说过了 今天这只是一个模拟 如果真的是实战的话 这只能算是个热身 而且我还提醒你 你如果真的跟罗琪对付公堂了 那你就不能再这样儿女情长了 你们俩就是敌人 喂 姐 我想 你给罗琪一点时间 让他静一静 空一空 他现在不想让你找到他 你找到他又能怎样 姐 无论如何我们两个人见面 聊一聊好吗 他把孩子藏起来 肯定是因为怕际遇找着孩子 抢走了 藏起来 只是先下手为墙而已 罗老师 我知道罗琪姐在哪儿了 在哪儿 跟我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您看您能不能找出一些关于对方 类似于赌博呀 酗酒啊 或者说是虐待子女这方面的证据呢 这不合适吧 我其实就是不想让他见我孩子 但是我也没想要置他于死地 罗琪 您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 但是打官司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在逼狠 逼谁狠 要不然就不打 我确实不想打官司 本来挺好的各走各的路 他结个婚 对吧 我带着孩子好好过 井水不犯河水的 您想的是井水不犯河水 可对方不想吗 对方想的是井水河水都想要 现在是对方在搞您 要求法院强制执行探望权 所以您现在应该想的是 如何面对被告 被诉 被执行 那我能全全委托你吗 不能 你 你怎么找来的 你在我身上装GPS了 能让我跟我姐姐聊聊吗 我想跟你好好谈谈 我都找律师了 你要谈跟他谈 你跟我脑谈什么谈哪 那好 那我先给你普及一下法律知识 我是犯法了吗 我犯法了 你就把我抓起来 你能不能别闹了 你这都是闹情绪 法律规定 我跟你说 法律规定这些事情 太深奥了 我根本听不懂 好 那我跟你说大白话 小安出生之后 当时你生病的卓院 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小安那时候 就跟着他奶奶 在一块儿生活 包括中介 也生活过一段时间 包括去年 你出国去考察 小安也是一直跟着他奶奶 所以说如果人家对方要求 法院是会去考虑的 小安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孩子 她忙活了十分钟 我忙活了十个月 凭什么归她呀 自动取款机啊 谁插卡归谁啊 那你告诉我 你怎么跟小安解释 以后她见不到她爸爸 你怎么跟她说 出国读书 出国啊 那就不用解释了 钱呢 我有啊 谁给的 纪玉当初净身出户 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你 那是她自愿的 是 她是自愿 可是她之所以自愿的 是因为她想让你跟小安 你们俩能过得好一些 能安生一些 她绝对不会想 你带着孩子原子总 高飞 从此以后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 白飞 白飞 你跟踪我 手机上有定位这个功能 我就使用一下这个功能而已 你如果不想让我找到你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软件关了呀 你要是关了的话 我就找不到你了 你真的生气了 我也不知道 什么叫你也不知道呢 就是字面的意思 那你到底生气还是没生气啊 我说了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我 我最近很累 我也很烦